你们现在这手杀球的这个球速 有没有遇到问题 就是你们感觉现在杀球 还杀不出那种震撼全场的声音 杀不出那种很帅的效果的话 我们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让你的杀球从今晚开始变得不一般 让你的杀球明天打球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杀出来你的手 来 我们来教一下大家 首先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你们的杀球特别容易打飞 打得又飘又慢 但是你们把接下来这个要点给掌握好 我告诉大家 你们再想把这个球打飞 打得很飘 打得很慢 不可能的事情 那这个要点 你学会之后 你的杀球效果可能就变成这样了 你之前可能又飘又慢 但是现在 你就把这个一个要点学会 你们杀球就可以变得又坚又快 怎么做呢 很简单 那就是你在杀球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 我们的拿点 如果这个拿点你掌握好 你的杀球你再杀十年 再杀二十年 都不可能杀得好 什么才是正确的杀球拿点 很简单 就是你们在杀球的时候 可能都是觉得我们要怎么 抢高点 抢的点越高 我们的杀球就杀得越快 其实不是 当你抢高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抢的点虽然很高 但是你的拍子跟球是同一水平线的 你的力量都是什么 向前推出去 再向下压 你百分之七十的力量 都是向前推 你的杀球怎么可能坚 怎么可能快 不可能的事情 对吧 所以我们在杀球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的杀球正确的知识 应该是等地点 但是这个等地点 不是说等球掉到地上 再去进行杀球 等地点说的是 假设这个是我们的最后点 我们的球是不是会有一个抛物线 我们要等这个球的抛物线向下走的时候 掉到我们球的下面 然后我们的孩子 再从上 向下发力 打到我们的球的上方 完全地覆盖住我们的球 向下摁下去 这时候我们是不是百分之一百的力量 都是转化为球向下走的速度 我们的杀球才可以变得非常快 那么 来给他看一下 如果你是抢高点 你抢高点 这个球就是很漂亮的 但是如果你是等地点 你等地点 再来一个 等地点 再来一个 再等地点 等地点 这时候你的发力 是不是就从球的上面 向下发力 将全部的力量都转化为球向下走的速度 这时候你的球 是不是可以变得非常快 那么 那么